台湾面临非常迫切的都市更新重建的过程 所以都市更新最困难的地方在于 把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都能够整合 因为它困难所以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但是整合的核心点当然在于信任 而信任背后一定要专业 所以说怎么样是一个有专业的提供信任的这样一个团队 其实对于这个整合是有关键性的帮助 我们这里就是在民国八九十年的时候 已经有好几家建商来谈过 都没有谈成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对这位工不了解 还有建商它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信任 民间的公司来做这件事情也不太会愿意 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 那所以呢为了要推动台湾的都市更新 我们就要推动公办都更 公办的意思就是在整合这个阶段 政府就要出钱出力 我们希望都更公司能够作为协助民间的这些 整合或都更业者 让民间的都更案或围绕案都可以有一个 政府比较高位成立的公司 在后面来协助另外一方面来督导 这老房子跟老人一样 今天看得很好明天不见得 所以我们应该要采取主动 旧房子换新房子 这个新家我想了十年了 我爸爸也享用不到这个房子了 但是呢我这一代一定要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留给我下一代 房屋坚固安全住得才开心 1990年代 那宜蘭县政府为了追求地域风格的这个建筑 推出了这个宜蘭厕的活动 透过专业团队的引介 建造他们 符合他们需求的这个住宅 在那个过程跟经验中 我们从里面得到一个启示就是 以政府的这个角色来协助民间 加持的这个社区跟房子 台湾金融都更服务公司呢 从去年下半年成立以来已经推动100个社区 那今年预计要服务全国有600个有都市更新需求的这个社区 这个是非常远大的目标 台湾金融都市更新服务公司 加油 会期许都市一定要大步迈向前进 让社区的协助真的能够有感受到 有一个菩萨在后面支持了他们 协助了他们 我们的公司和建议公司 给我们的感觉是说 比较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感 安全 专业度也很高 希望我们提供一个专业值得信赖的协助平台 整合各方力量 给住户创造一个安全美好的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